所以像這次是古堡395 395慶生 然後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希望號召395個家庭 一起去參加安平古堡的慶生活動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小時候我們社區裡面 基本上很少公園 可是安平古堡其實就是我們最大的公園 然後因為安平古堡它有很多圍牆 而且階梯很多就是小朋友還OK 可是對於年紀大的話 對他來講就是真的是一大困擾 他想去他也沒辦法去了 因為社區還是有它的價值 就是日常走動可以到的範圍 那就是社區的意義 這邊的人就是很會串門子 那就是夾巴就開始去走動了 所以我也覺得說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社區 一個社區的厲害美麗之處 是大於一棟建築物的 可是我覺得像社區的話 就最好是做 就是那原來社區可能長什麼樣子 你就跟著那個脈絡去做就好了 然後一開始我也不是種蝙子花 我種日日春 可是因為那個日日春 它的虛水量比較大一點 而且它沒辦法這樣子一處都是綠綠的 而且它的味道也不是像蝙子花 所以有香香的 所以你後來就選蝙子花 後來也因為它最強壯 因為我說的它可能不用很多水 因為它下面就有地下根很粗了 所以如果短時間沒水的話 那可以靠地下根 因為它叫豬本輝 台語的人大概都這麼講 你要跟老一輩子的人說豬本輝 他們可能就是煮飯吧 然後做本輝 就是它四五點的時候才會開 你要跟他說這個名稱 他可能會比較熟悉 因為一開始就是我沒有前例可循 然後就是做啟事來就會很辛苦 然後現在有新任的人上來了 然後我希望是他們就可以自己動員了 就是不用人家講他們就可以知道自己怎麼做事情 甚至發展出社區的可能一年四季 什麼時間該做什麼事情 就很習慣去做了 不一定說要等一個什麼公所計劃這樣才去執行 他們知道春天要做什麼 夏天要做什麼 秋天要做什麼 冬天要做什麼 然後他們就今年做完就很期待說 我明天可能還可以怎麼繼續改進去 這邊也是有觀光優勢 你說它也好 可是也有不好 有好有不好 那沒關係 我們就盡量看好的 好的是什麼 我們就盡量朝那個好的那一面去發展 因為我說的 這邊的人可能 他們一方面年紀也大了 然後二方面他們可能以前比較沒有喜歡 這麼去學習 那我覺得像那既然觀光課來了 那你就把你認識的這個社區去介紹給他們 你也不一定說要照著課本的去講 你就把你的生活記憶給他們就好 比較不好的可能因為他習慣不好 他就很喜歡到處認垃圾啊 然後他講話很大聲啊 然後這部分就是他們還是會帶來一些收入啊 不過這些收入的話 其實最大部分呢 還是都也是被外來的經營者拿走了啊 我們這邊的人基本上還蠻樂天之命的 就是反正他們賺了多少 然後就是這樣子 好當初就是因為學生時代常常來這邊辦活動 或是到社區教學 教完學之後就會到安平老街 就發現安平老街怎麼人那麼多 都沒有做陶藝的陶藝家在這邊 因此我就會到巷弄去看 看的時候就遇到在地的長老 我跟我說 現在我兩個人在找什麼 我說這邊有一個在地的一個獅子咬一隻劍 一定被吹減塞 他就引導我去那邊找 一直一直去找 找完之後發現 哇這劍是在安平沒有一隻一模一樣 也是在地的圖騰 那圖騰有石頭做的 有石酒啊 有木頭 有磚雕 什麼都有 我想說這個東西是不是有機會 讓他變成我創作的一個方向 所以當時的阿公阿媽就跟我講完 那邊有 我就自己畫了一張地圖 所以來安平老街巷弄裡面去找這些地圖 在地的理事長就說 宋老師 我們社區有社區營造的一個金貝 你可不可以教我們的居民來賦育我們安平的劍師 那我就說 我們劍師在賦育我 要先知道有些文獻 所以就是找了一些在地的長者 我就舊房子看完之後就發現 哇在地過去到現在 三百多年前 鄭成功來到台灣 趕走荷蘭人 那時候的士兵手上拿著盾牌 拿了一隻寶劍 那盾牌上也是獅子很兇猛的樣子 那回到家把劍掛在門櫚上 掛久的時候有嚇阻的功能 因此家家戶就把盾牌跟劍掛在那邊 就變成安平的守護繩 一直到現在 那知道這個淵源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到社區 開始教孫子阿公阿嬤做這個劍師 後來就是2009那一年 安中社區的理事長 楊理事長 拿了一個安平壺 那個安平壺就是我走到家的 然後這個罐子給我說 宋老師 我們社區挖到這個東西 叫做安平壺 是地方的寶藏 我希望我們社區可以 今年用這樣的經費 來富裕這個安平壺 那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很開心 因為這個東西 竟然在三百多年前就有了 那三百多年前的罐子 竟然可以做著 這種瓶瓶罐罐是對稱的 那這又是我最擅長的 拉配的技巧 可以做出來 那我就探索他 探究他之後 才發現 在歷史系的信雄教授那邊 有針對這個安平壺 國姓品有一方面的介紹 那因此文獻我讀完之後 就開始教居民 如何完成這個一個一個的瓶子 那我後來發現 這個東西一直在放在家裡 也推廣比較不易 因此我們就把這個做放大版 做成兩倍大 做完兩倍大就把它剖半 剖半之後把門牌號碼寫在這邊 就形成現在的湖像 安平壺的湖像 整條巷子裡面就是 居民用這個巷子 用這個安平壺平安壺 做了一個巷子 把門牌號碼寫在上面 寫完之後高高的掛在自己的門牌 信像旁邊 變成一個安中社區的地方保障 無像就這樣形成了 留下給他們 就是多了一些 就是在地的圖騰 那是由我外面的人看到之後 我想要用我最擅長 陶土有溫度的東西去塑造 那塑造完之後 讓它燒出來之後 變成一個永久給 做紀念的一個紀念牆 所以社區現在因為這樣 阿光科越來越多 看到這個一個一個牆在哪邊 那因為這樣 後來客人就會找到說 宋老師我們家是外縣市 也想要一個屆市門牌 也想要一個安平壺 所以因為這樣 留在這邊多了這個機會 今天十月我在安平自己成立一個安平幫 安平幫就是一群熱愛安平的年輕夥伴 在這邊開店 那有什麼資源 有什麼出租 或是有什麼東西要進來安平 我們都會第一個在那個群組裡面 support 出去 那 support 出去就是後來 在短短的從十月成立之後 馬上遇到了萬聖集 然後遇到元宵集 我發現我們這個安平幫 在活動裡面發揮的年齡精緻 沒有什麼經費狀況下 盡量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大型的一個 一個晚上可以夜遊安平 點亮安平的一個計畫 那也因為這個計畫 也首次安平古堡夜間打開 讓我們這個一千多個人 同時到安平古堡裡面用空拍 點亮整個安平古堡 那我就覺得說安平還是可以慢慢振興回來 這個平台是一個共享 共享共樂共贏的一個平台 我們在裡面 我們覺得對你有幫助你就各自帶開 你找到 比方說你要來安平開店 但是遇到一些瓶頸 那怎麼傳 我裡面就會有一套流程 讓客人 讓我們的店家夥伴 可以在短短時間裡面找到一個捷徑 或是一些 來到這邊有什麼活動 或是我們最近不是辦了很多395 安平395的活動 我就會在我們的族群裡面跟大家說 這個活動是非常用免費 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聽到這麼多資深的解說員 帶著大家去認識 過去395年的一些歲月的痕跡 一直到安平的古堡的過程裡面 你會看到安平的點點滴滴 這些文化的東西 你如果在這過程裡面有吸收 有看到 未來你可能是民宿老闆 你可能店家小吃 你就更容易去介紹更多的褐色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期待 看看這些更多這種 有這種善念 或是有想要在安平要生根的夥伴 可以多多注入到我們的項目 我們互相的影響 來把這條街 好像變一個快樂街 或是文創街 或是一個 大家可以一起奔運的 一個媒合的 一個好好的一個項目這樣 不要像這樣 市長用李客人做到的 白拜 非常營養 有這種 很多人 有這種 蝸蚵仔,很煩 很營養 不知道 我們要燒蚵仔褲的時候 第一點要向採收蚵仔褲回來 採收蚵仔褲有兩點 一種是去四車大橋 去用船仔去載回來 去載四車的嗎 對 四車的啊 載的時候我老爸和老母親一組 因為要戳骨啦 我老母親一組就放去 我老母親一組就變成了 那時候要去採收蚵仔褲 做這裏都可以看天氣了 漲潮退潮的時候 利用漲潮料的時候 放在做的料 準備媽媽開回來 吃那些蚵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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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都請人家用蚵仔蚵 扒蚵仔蚵去拆回來 看一載幾年 還要我把我女哥的樣子 把我女哥去載回來 小君都用蚵仔蚵去拆回來 連綠車 拆回來要修一段 粉末炒在刨戶 對 第二點就是炒 炒一段 我們南邊有炒傳廠 炒傳廠有煮菜的工庁 料茶的工廠 去買一種花茶回來 花茶就是寫那個大國三的那種 那個臉 三坪 去買回來 買回來拍 拍完之後 拍過頭睡起來 炒花拍過頭睡起來 要修的時候 還拿出來試試看 要修學校的時候 藥對的膏 整理學生 膏就是在通風 有一個膏 有垃圾頭 清一清的 清一清之後 酒頭蓋起來 蓋起來 還有香 香 香 去買一個 世界酒頭 補 補 補 動 這樣第一次蓋起來就是 有地建立後了 第一個工作 第二個工作就 花材料 就是泡炒了下去 炒了泡之後 要泡下去 以它下的彈性為標準 泡下彈性 大了 有一個彈性 喔 你人去不大了 大了一個彈性 一個高度 之後 比較泡三坪下去 第二行就泡三坪下去 泡之後 第三行就是 旁邊的蚵仔蚵 蚵仔蚵 第一點的蚵仔蚵 過人工整理 蚵仔蚵都給開去 然後去用的蚵仔 做到這個檯子 檯子都差不多了 所以第一段的蚵子比較乾淨 比較乾淨 之後比較飛沢 飛沢就是棉探 第一段的蚵子蓋起來 之後開始翻蚵子 第二段蚵子15公分高 第二段的 第二段 第二段蚵子15公分高 撞邊後撒煤炭 把蚵子蓋起來 以此列推 以此列推 這樣踏起來就對了 一踏一頂一頂 蚵子蓋煤炭 蚵子蓋煤炭 這樣一頂一頂 那時候不知道 沒算一頂啦 到那個 郵隊 郵民啦 郵民工作才起 還在細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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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細鳥館 燒的時候蚵子蓋會散開 會散開 現在到那個平面台 剛才好 剛才有一個阿蘇米 阿蘇米的安全距離 對 這樣 剛才有一個平面台 現在要告訴我平面台 因為燒的時候 第二天 至第三天 兩邊的側門要開起來 過關 兩邊的側門要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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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起來的時候 所以你們在這邊 大概這樣 還要 再翻一下 翻一下 這樣一天一天 要怎麼翻 沒有 面頂就好 面頂就好 因為 他起到這個工作台 起到一個細鳥館 要燒到一遍 燒到這個工作台 剛才那個角度剛好 剛才好 剛才兩邊的 沒有他用白 白的怎麼會這樣 白的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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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都要去到這行為 不是一行嗎 對 這樣翻了 然後放在外面 放在煤炭 對 還要補就對了 一臉洗就對了 對 在面頂補便就好了 哦 這樣比較容易呢 因為 那會慢慢去 收起來了 欸 這也是阿妹阿妹的事 欸 阿妹 阿修到 他的 個秀 修到七天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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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 那個時候 我還不曉得安平的一個 曼陀尼製作的歷史 我大概在2002年 因為 從事教學 然後 我慢慢到 社區 或者是說 學校 然後比較 我比較驚訝的是在 台南女中 台南女中教學的時候 我在他們的樂器室裡面 看到一把曼陀琳 那個是弦制 然後已經 就是有很多的灰塵 然後是 弦都斷了 那後來因為這把是屬於安平人製作的一把琴 這是 這是一把安平人製作的一把琴 所以我就用一把義大利琴跟學校 做一個條件交換 其實我那把琴是比較珍貴 可是我會覺得 這把 更是安平的寶貝 因為這個可以見證 安平人 1962年左右 就開始製作的一個曼陀琳 這一份是我民國81年 有日本人來台灣表演 這是在成大 台北一場 然後台中一場 台南還有高雄跟台北各一場 這是民國81年的時候 我去聽這個演奏會 然後我一直把這個 他的入場的一個海報 把他留下來 留到現在 民國81年 我很珍惜 很珍惜這一份 然後這個是我們做教學的時候 這本書是台南的學新書局 他編的一本 一本漫文的教本 所以我們以前 剛開始學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這一本做教材 那他這一本 我後來在日本也找到同樣的一本 所以你看他的整個都一樣 從那邊翻譯過來的 整個都把它翻過來 對那個時候 總是這樣子會怪怪的 然後其實裡面內容都是完全一樣的 不過他 他這一本的後面 有一篇廣告 因為這篇廣告我就可以 有就可以證實 你看這一篇廣告 交響樂器功一色 榮譽出品 是曼陀麗小提琴 對 所以我一直 所以我去訪談 他們整個家族 已經第二代了 所以他們的家族只給我兩張照片 我現在沒有辦法翻 因為我曾把那個照片放在我的陳列的卷中裡面 我現在沒有辦法翻 所以我就根據那兩張照片 就一直很珍藏 然後 所有的故事都根據那兩張照片在寫 那後來在樂器室 男女的樂器室裡面找到這一把 那就等於是一個實證 一個物體的實證 然後他 因為他裡面會有商標 他裡面會有商標 那這個商標就跟這個是完全一樣的 後來我去訪談這個家族 他們說 他爸爸叫劉天輔 劉天 劉天輔 以前在台南的福隆昌 福隆昌工藝社 學習製作樂器 然後回到安平之後 他自己首創 他開始製作 開始製作曼陀麗 所以他回到安平是 是開始製作曼陀麗 那福隆昌是1951年成立 1951 然後 這個樂器大概1962年 所以他可能在成立的時候 在那個公司 這個這一段歷史我沒有辦法去追溯 這個可能還要經過訪談 然後 所以這個樂器1962 那表示說 所以他們一開始是製作曼陀麗 一開始 後來因為比較少人在推廣這個樂器 所以後來他們就開始製作小提琴 所以我現在目前在台南已經有看到兩把琴 就是我自己的這一把 就是跟男女交換的這一把 另外一把琴是 有一個醫生的第二代 他說是他爸爸很喜歡的一把曼陀麗 他拿過來讓我維修 那把琴都是灰塵 然後也保持得非常好 他說是他爸爸的最愛 他很感動 他要把它收藏下來 那我就把它維修 把它處理好 我還沒有機會去訪問他們的整個家族 因為我一直在找 台灣發展曼陀麗的一個 一個整個的過程 其實 台南應該 安平應該是 台灣算最早 開始製作曼陀麗的一個地方 這是日本茶 這是日本茶 日本茶喔 對 阿嬤 這台車還可以去一道廚 這是第一批喔 第一批這個 警察 黑帥啊 蛤 黑帥啊 黑帥喔 黑帥喔 你黑帥什麼帥 很好 黑帥喔 蛤 粉現在 很爛 很多人養了 Transport 喔 黑帥喔 小 它아서 小pa 小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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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帥號 小帥 七號 小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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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泰南 泰南就不泰南 潛海 潛海去車 他在做班金 你如果要去台北 要去台北嗎 是不是 去台北 恭喜 十幾歲嗎 如果十幾歲 你才年輕就去台北 你做什麼 做班金 應該是 本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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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台北是二十幾歲的時候 所以老伯他可能已經 你問他做本來是 本來是 阿伯你有去日本做冰嗎 沒有去台北 你有去台北做冰嗎 那幾歲 你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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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冰幾歲 還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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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十九歲 那幾歲 你去多久了 去台北 去台北 年華 年華喔 去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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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多 你做什麼 日本的 軍服 日本的軍服 你服做什麼 做文書 文書喔 五十檔有嗎 不記得 哈哈哈 數字都不行 以前 現在的機器都是一台 然後有一個摩托 就是青春彎 青春彎很簡單 你的摩托很重要 帶動 以前是 這樣子是最經濟的 就是一個馬達 一個馬達可以 利用船洞走 然後就可以帶動很多台機器 然後這些模具 都是他自己親手做的 這些沖床的模具 阿伯 阿伯 這個模具 你自己做的嗎 蛤 你自己做的 模具 模具 你用得很厲害 哈哈 你自己設計 還是那個 學伯人的 可以 自己設計 自己設計 你自己設計 這就是腳踏車 旁邊 銀配件 對啊 用這個做椅子 這個我們將來一定會保持下來 呵呵 這很正貴 bullied 你躺時 你躺得被 不怕 在老學 現場 以前要去 晚上 他說 az 不是暗邊路 小狗那種 比較入到那種惡求 比較入到金色國境 那如果無理就要 靠那種 這裡有人在問派 坐過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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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外邊 這樣到外邊 才有金色國境 所以這家要去 要去起來嗎 起來跟暗邊一條 還水路 暗邊路一條而已 那沒得到 還有一條水路 澎澎線 澎澎線 澎澎澎 沒有準的 會卡準 一直坐到 坐到海關 那時候去橋都沒有了 那邊有一個加油站 就是以前 起床的加油都會在那邊 旁邊就是那種海關 都會停在海關 那時候我小時候 我跟我們說要去買 麻 糖 米粉 這裡有的沒有的工具都這樣 小的 坐到桌 砰砰砰砰砰 那去到 合作大樓那裡 合作大樓 合作大樓 現在第四分局 對 第四分局的頭前 現在做金色 那是什麼 那個中國城那裡 我們都在那裡跳到 對 坐到那裡 坐到那裡 我們今天要坐山車去買火 到那個 這個 廚房的附近 買的豆子 還有麻 麻 麻 白麻 白麻 芝麻 芝麻 我們做水經驗 就外面有 普通的芝麻 那是芝麻 那你如果 裡面要調香的 就是麻 先炒一炒的 先炒一炒的 不再會香 再炒到那裡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沒有氣味 以前肉餅 那裡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放水晶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水晶 水晶 水晶的就是 爆米肉 古早味的比較有 對 那你如果 市場 做的都沒有 這營食都沒有 古早的時候 哪是瘦皮 瘦皮了 只要 村了一炒 我們旁邊這裡 台南最大的 冰粉在那裡 都夠五斤 五斤 五斤的 五斤的 冰粉 中秋 開始說 中原 普渡的時候 他們都去 事先去做 中秋下去 王燒 那邊回來 一斤 一斤 幾斤 幾斤 一斤 幾斤 一樣 一斤 是 講 一個 幾斤 五斤 一斤 一斤 五斤 那些 一些 一斤 幾斤 一斤 一斤 還能夠 一斤 三斤 要吃什麼火 吃豆 生的 五人的 吃什麼火 再去做運 做運之後做一做的 比較好 你說的是 剛才說好 像那個平手 平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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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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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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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 要吃什麼火 要吃什麼火 做什麼火 先預約定期 先留錢 不用留錢 它有一個火燒 它這個火燒就要來做運 像我們現在做成的 團團 就這樣 會頭就對了 那是會頭 大家說定期 要買什麼什麼